大家來到我們Charles Seen Talk 今天是2023年10月8日星期五 原來今天是第22次Charles Seen Talk 大家看到畫面我隔壁有一位女士 她是Berlinda 陳家淳 我特意要她上鏡 為什麼呢? 其實我們不要說幾年前 很多年前我們並肩作戰 當時我們在馬加烈醫院 PDA 我們只有兩個家人 試過時期兩個 我有點症狀 大家相依為命 我還記得當時一晚收五十多個症 很誇張 我們都很久沒見 但這個Charles Seen Talk 我看到她的名字 我說不如上來看看我們怎樣做事 因為她有很多技術問題 我解決不了 你看看我這麼忙 如何幫你解決技術問題 所以今天讓她親身體驗一下 這個宿舍的拉麵檔 原來很難運作 我再次歡迎Berlinda 她稍後會在現場聽她的課書 今天有CME 現在是一個開心的半退休醫生 她可以做瑜伽 可以看看老朋友 替她開心 好了 言歸正傳 今天是第二十二個Charles Seen Talk 屈指一算 原來在2023年7月4日 我們開始第一個TALK 今天是22個TALK 22個星期 裏面有22個TALK 我覺得自己都很勤力 每個星期平均都有一個Charles Seen Talk 我現在回到畫面給大家看 今天我們講的Vitamin D 這個就是我們計算的 7月4日到現在 剛剛是22個星期 今天是22個Charles Seen Talk 每一個星期平均有一個 還有一個有趣的數碼 就是我們有2.2K的訂閱者 全部都是二字 挺好二頭 那些獨自的大人才會做這些 好了 今天就很開心 請到Patrick Yip上來 那Patrick就 我又轉一轉畫面 Belinda上來 弄到我現在有點混亂 好 那就是Patrick上來 Patrick就 我給大家看看Patrick的樣子 我先看看 Patrick在那裡 就跟他兩個Post Doctor的Fellow 講他們一個很重要的研究 就是Vitamin D Status of Pregnant Women and Children in Hong Kong and Effective Intervention 其實Patrick這幾年 都很多人問這個問題 我們需要給Vitamin D 補充小朋友 那些人父 我想今天就有個終極的答案 我猜你今天分享你們 在香港的結果 之前 第一次我多謝Patrick 他是其中一個 補充小朋友 支持將Charles Sting Talk 搬到香港Post Doctor的會址 再次感激你 多謝陳醫生 多謝你一路 一路不計辛勞 去服務我們二科界 多謝你 將一系列這麼好的醫學講座 帶到我們辦公室 令到大家有機會 每個禮拜都聽得到 是 好 另一件事更加重要 Patrick就剛剛升職 做醫療教授 多謝你 陳心 太遲了 應該早些 以他的成就 應該早些做醫療教授 不過也不重要 現在他是醫療教授 就是Department of Pediatrics 在香港大學院 再次恭喜他 希望他在這個位置 更加為小朋友說話 好像我們這個主題 以而為先 好嗎 好 謝謝你 我把時間交給Patrick 等他開始這個議題 好嗎 多謝陳醫生邀請 今天非常開心 可以在二科醫學會的辦公室 跟Berlinda 跟陳醫生 有很多交流的時間 今天很開心 邀請了我團隊 有兩位很重要的合作夥伴 包括了大家 在鏡頭裡面 見到Keef Dr.Dong 還有阿威 Dr.Zung 兩位一起參與 我們今天有一些 在網上 跟大家分享 今天我們選擇了 過往這幾年 其實對香港的小朋友 影響很深遠 其中一個重要的課題 就是有關小朋友本身的營養狀況 在營養狀況裡面 其實我們團隊 過往這十多年 其實累積了頗多的經驗 亦都很努力去針對性 看回一些比較重要的營養 不同的元素 其中一樣大家都聽過 就是維生素D 維生素D 為什麼我們對維他命D 那個重要性 是覺得這麼重要呢 因為其實一會兒 我會再跟大家講講 在過往這十幾二十年 慢慢我們對維他命D 對於人類的身體 健康成長的重要性 越來越了解 對於人父 在懷孕期的過程當中 當然也對於我們本身的年輕女 準備懷孕的年輕潛在的媽媽 又或者剛剛出生的BB 和小朋友 我們發覺原來 維他命D的影響 遠遠超過了我們之前的理解 我們很有幸 過往這幾年 我們和很多專家一路合作 亦都和政府有很多支援性的工作 幫忙做著 所以我趁今天機會 讓大家有一個新的體會和理解 知道到底維他命D 在香港的情況 特別看一看 到底我們現在的情況 有什麼可以做得更好的地方 我會先代表團隊 有一點簡單的介紹 讓大家理解 其實維他命D的重要性 和怎樣影響我們小朋友的健康 成長和發展 大家知道 其實維他命D 本身在這麼多隻維生素裏 其實它包括了維他命A 維他命D 維他命K 有這幾隻的維生素 其實我們稱為 Fat Soluble Steroid 即是融在脂肪裏 和譬如維他命C 大家吃的維他命C 可以融在水裏 其實它的特質是很不同的 亦都因為這個原因 其實它是積聚了 在我們身體很多的 有脂肪的組織 特別是包括我們 腦部的組織 有很多重要的細胞壁膜 所以其實 一直都知道維他命D 是整個身體的發育裡面 是佔據了一個很重要的角色 傳統地 大家知道 其實在中國內地 有四種非常之重要的 慢性毛病 其中一種我們叫Ricus 居留症 或者因為維他命D不夠 當然另外有鐵質不夠 有貧穴 其他原因 但是一向我們在儀科 今天參與我們講座 都是我們儀科的同事 又或者很關心小朋友的衣木人員 或者專業的從業員 大家都了解 一向維生素D不夠 無論是在中國內地 在亞洲其他地方 我們一直都知道 其實影響小朋友的生長 特別是骨落的建構 會影響他身體有很多毛病 不過慢慢我們現在知道 原來全世界去講 原來維他命D不夠 並不是個別地區的問題 比較基層 或者比較貧窮的地方 包括非洲 就算是比較富有的地方 包括在歐洲和北美 其實維他命D不夠 都是經常發生的 中間因為涉及到維他命D 在嬰兒開始 已經發現它有些很重要的長遠影響 大家知道 包括在剛剛出生 初生嬰兒的階段 其實骨落生長 和整體的細胞生長 和維他命D有很大的關聯 所以如果維他命D 如果嬰兒出生已經不夠 其實會令到有生長遲緩 會令到骨落會畸形 包括大家知道 Ricus 可能我們叫做 Ricusary Rosary 在我們的辣骨 可能在手骨 會發現有些很多粒粒 很特別的地方 當然現在越來越多的證據 知道原來 維他命D會甚至影響 我們其他的免疫系統 包括在COVID疫情期間 我想大家有印象 可能或多或少 你們家裡也有些老人家 我記得 包括我爸爸 都很不幸地 中間有一段時間 是中了COVID疫情感染 我們在治療COVID疫情的過程當中 除了會考慮 例如用Pasovid 有些不同的Antiviral之外 很多時候 我們會補充維他命D 最重要的原因 因為我們知道 原來維他命D如果是缺乏的話 其實對於免疫殺菌的能力 是會大大減低了 所以其實我們知道 小小的嬰兒如果維他命D已經不夠 對於免疫系統的成熟 以及對抗有不同的感染 其實能力是下降了的 可能更加重要 你知道我自己對於 腦部的發展 小朋友整體的身心成長 包括精神健康 非常關注 原來維他命D不夠 對於一個年紀小的小朋友的 腦部發展 特別是之後有精神健康的 毛病的風險 是會大大增加的 我們現在追蹤性研究 越來越多的證據 看到 原來在這麼多種 我們叫做 全球性的健康毛病裡面 其實維他命D不夠 是其中一個非常之重要的關鍵 當然 維他命D的吸收 大家都有印象 可以是經食物 可以是經孩子喝奶 又或者我們大過了 可能經陽光 令到我們身體 可以自己去製造自己的維他命D 不同的方法 但是在不同的年紀 不同的情況之下 其實原來影響小朋友的發育 是其中一個 我們最關注的重點 維他命D缺乏的話 引致到有Ricus 或者大家都很熟悉的拘留症 會令到小朋友會比較矮 可能腳 特別是某一個部分會變彎 更加重要的 其實對於整體的生長 是會放慢了 當然也會令到有骨痛 身體不同的 畸形的情況發生 在全世界來說 是其中一個最重要的指標 去看回小朋友的發育 或者小朋友的健康狀況 是否理想 以往傳統 我們知道在發展中的國家 特別是歐洲 有些比較落後的地方 Stunting 是一個其中很重要的問題 不過近年我們發現 在中國內地不同的地方 香港、亞洲 其實Stunting 都一直在影響著 我們不同的高危家庭 很多時候 Stunting 在同一個時間 反映著影響我們的生長 影響我們發展的潛力 而小朋友當中 其實很多時候 是因為缺乏一個平衡的營養 因為一個營養的缺乏 很多時候 使得小朋友 有重複性的感染 再加上是因為環境的因素 可能是父母 或者學校本身的支援 有所疏忽 令到最後小朋友 缺乏了一個適當的刺激 和Stermination 維他命D本身的缺乏 我們現在越來越知道 其實也是一個重要的風險因素 是會影響到 它與我們身體 一些很重要的荷爾蒙 互相的interaction 包括了大家都知道的 增高賀爾蒙 以及大家可能在醫院 醫院都聽過IGF-1 我們其中一種很重要 最後是會決定 我們生長的peptide 和我們的胰島素 有關係的生長激素 我們慢慢 其實在不同的研究中 其實看得到 原來缺乏維他命D 缺乏鈣質 是會直接是一個 最重要的因素 可能是遠遠超過其他的 trace element 包括鐵質 維他命A 會影響到一個年紀小的小朋友 特別是兩歲到五歲 在幼稚園的年紀小朋友 那個法育遲緩 影響是特別明顯的 在免疫的層面 現在慢慢知道 原來維他命D 是一個非常重要的維生素 它裏面 扮演了一個很有趣 亦是很重要的 免疫調節人的角色 它其實是在玩一個 很重要的 模擬的角色 去模擬本身我們的 營運系統 是同時間影響著我們 本身 天然的 淫滅 immune response 亦都影響著我們 另一個系統 大家都很熟悉的 Adaptive immune response 中間 其實涉及到 維他命D 是不夠的情況之下 會壓抑了我們本身 T細胞的 亦都會有機會 壓抑了我們 本身有些 Informatory response 令到我們本來 應該有一些 Scientoken production 亦都會受到影響 中間 因爲我們發覺 原來在免疫 毛病裏面 特別小孩子 大家聽過 我們比較多的 紅斑狼瘡 在我們不同的醫院 都發生著 又或者 我們現在 在瑪麗 在威爾斯 不同的醫院 都見到很多 例如有 Rheumatoid arthritis 有些 不同的 關節炎的情況 其實都發現 原來維他命D 是有一個 很獨特的角色 這些自體免疫能力的毛病 原來很多時候 維他命D 缺乏 亦都是其中一個 重要的原因 解釋到 為何會影響到 我們的 immune response 敏感 近年 其實一個 非常之重要的 發展方向 當然就是敏感 今早 我剛剛 因為我們 我們剛好 要考我們的醫學生 在香港大學 我們要考試 今天我答應陳先生 要幫忙說 這個討論 沒辦法去考試 但剛好我在 那些課程中 撞見 何學工醫生 他剛好跟我說 維他命D 和敏感的關係 因爲我們現在 慢慢知道 原來 我愈來愈發現 環境的因素 營養的因素 特別是 維他命D 在嬰兒出生 沒多久 已經是影響 小朋友 之後有敏感的風險 特別包括了 酵喘 可能是濕疹 甚至 我們現在知道 鼻敏感 食物敏感 不同的敏感症 有很多追蹤性的研究 包括在澳洲 和很多 幾高質素的 長遠的 對列研究 都發覺原來 維他命D 其實是非常重要的 一個因素 如果在足夠的情況之下 其實可以預防了 一些嚴重的 烤喘 和其他的敏感症 相反地 如果小時候 可能因爲不同的原因 營養吸收得不好 長期只吃人奶 而沒有補充 足夠的維他命D 又或者小朋友 缺乏在陽光之下活動 最終維他命D缺乏 其實亦都會 令到之後有敏感症 和敏感症 嚴重的個案 大大增加 我們甚至現在發現 除了剛才我講過 在不同的身體毛病之外 長遠一點 當成年人 去到中年以後 原來維他命D的水平 和癌病的風險 是有一個很強烈的關係 因為這個原因 我們現在慢慢 已經有不同的指引 特別是癌症科 有很多不同的學會 驚於我們 在成年人身上 有很多的科學數據 發現原來維他命D的 跟癌細胞的發展 和不同癌症發生的機會 是有直接相關的 在實驗室裏面 我們有很多動物的模型 已經知道 原來維他命D缺乏 其實是會直接影響到 它本身有癌症發病的風險 反過來 一個好的維他命D的水平 其實是有抗癌的作用的 所以其實現在 現在有很多世界各地 是基於癌病風險的指引 已經將維他命D的水平 進一步提高 譬如大家知道 我們現在平時 一般的水平是50 但是如果是從 預防癌症的角度 很多的指引已經進一步提高 可能到75以上 覺得一個高一點的 維他命D水平 如果是在安全的水平 其實是可以 預防癌症的發生 對於我來說 也對於很多小朋友 和家長來說 其實維他命D 其中一個重要的角色 就是和精神健康的關係 我們在服償疫情 開始進入一個新的階段 我們發現現在我們的學生 面對很多精神健康的毛病 包括最近有很多學童自殺 大家很擔心 也都很關注 我們小朋友精神的毛病 不過再推一步想 其實很多精神健康的毛病 從小時候已經開展了根源 甚至去到媽媽的懷孕期 我們在香港做了很多追蹤性的研究 包括我們團隊和在婦產科 有很多合作性的研究 和普世的研究的證據 看到原來 維他命D和精神健康 是有一個不可或覺的關係 發覺維他命D不足 特別在懷孕期和小朋友早期 對於有很多惡劣的精神健康的毛病 包括了抑鬱症 錯亂和精神分裂 甚至是腦退化 甚至我們現在有些早期的自閉傾向 都覺得是有一定的證據 為什麼呢? 因為我們現在發現 維他命D的作用 在中樞神經系統的發育 特別是在我們的神經園 在靈活動中 其實很早已經演出了一個很重要的角色 當然 中間肯定是和我們 鈣質和酵素的酵素 和抑鬱症效果是有關係的 同時也發現 原來其實維他命D 除了在演出的抑鬱系統之外 也在演出的抑鬱系統之外 在演出的一個老神經的發展 我們現在越來越多證據 在衷觀了世界各地不同的研究 發覺在不同的年紀 成年人或者小孩子 剛剛出生之後 我們發覺原來維他命D 其實的缺乏 對於長遠的小朋友 精神健康的發展 學習能力的關係 包括他的行為和情緒 原來是有非常之大的關聯的 因為這個原因 我們故意去看看 香港過度匯約症 大家知道其實非常普遍 在最近本身在精神健康諮詢委員會 我一直幫忙參與 我們就申請了一些香港的大型研究 發覺在香港小朋友的精神健康毛病裡面 ADHD 即過動和專注力不足 其實是最常見的一個精神健康毛病 維他命D正正在過往一段時間 在不同的地方 包括在歐洲的大型研究裡面 看到原來維他命D缺乏 正正是會增加了ADHD 專注力不足的風險和嚴重程度 我們因為這個原因 所以在過往這段時間 我們一直和政府和我們健康的當局 反映著維他命D的重要性 在幾年前 我們成功說服了政府 開始要關注維他命D的重要性 於是幾年前 衛生署有一個新的大型研究 是承諾了香港的科學團隊 大家去做 最後香港大學和我們跨部門 和跨大學的團隊 最後就承擔了代表政府 幫忙進行這個研究 大家看看 其實那個研究 團隊的代表性非常之闊 除了有兒童醫院的代表之外 當然也有我們不同的醫院 不同的大學 不同的部門 核心的部門裡面 當然包括了香港大學 中文大學 我們兒童醫院醫管局的同事 更加重要是有我們一班 很緊密合作的婦產科的同事 其實是在婦產科的COC裡面 是一致支持我們一起做 所以這次的研究 是橫跨了不同的部門 由懷孕期開始 就已經在產房那裡 以及在產前的門層 一直在進行的 簡單說 我們這次的大人的研究 在起步的階段 我們首要的目標 就是希望看一看 香港的懷孕婦女 剛剛出生的BB 以及一到兩歲 剛剛學行階段的小朋友 到底她的維他命D的水平足不足夠 如果不足夠的話 去到哪一個程度 如果中間我們發覺 維他命D的水平 是有不足夠的情況 到底有什麼重要的因素 包括了BB吃人奶 吃奶粉 或是混合的份量 除了吃奶之外 其他的飲食習慣 有沒有補充其他維他命 以及對於陽光照射 天氣、陽光照射 以及季節天氣的因素 我們都非常詳細去作為研究 而今次因為我們希望 研究的報告 可以有比較的代表性 雖然我們在研究中 邀請了不同年紀的懷孕婦女 和不同年紀的小朋友 不同種族參加 但我們會集中 在第三個季節的季節 剛剛出生的BB 去到11個月 和第三組 去到兩歲之前的小朋友 如果本身有一些慢性病患 又或者是一個早產的BB 又或者是不捉乳 可能一個尺寸比較小的BB 或者不是中國人的BB 我們都有邀請他參加 不過在今次我和你分析的研究中 我們就很集中專注中國人和捉乳的BB 我們今次為了一個研究 可以有代表性 所以我在開始的設計的時候 已經刻意將香港分為五個最大的區域 每一個區域中 我們隨機地找到一個最大 最有代表性的母影健康醫院 作為我們的合作夥伴 也去到醫管局中 全部最大間 我們苦產科的部門 一起去幫忙 去找我們不同的項目 一起參加 中間 我想今天參與的 差不多我們所有醫院的同事 都是我們今次研究的夥伴 亦都是緊密合作 一起做了很多好的數據 那麼我將研究的進展和成果 交給董博士Dr.Arkiff 好 好 好 那我分解一下我們的研究數據 其實今次研究中 我們總共就 聘用了超過1,800個的項目 其實當中包括有917個懷孕期的母親 有408個嬰兒和479個嬰兒 那今次研究中 我們就希望可以 尤其是小朋友 嬰兒育兒 分回一個 孕期的分配 所以大家可以看到 其實我們 年齡群和性別 都會做了一個 stratified sampling 可以看到 現在 我們下面的桌子看到 其實我們所有 都是 差不多每一個年齡群 都有適當的人數 包括可能不同的性別 在這裡分享 我們大概可以做到1比1的ratio 那這幅圖 大家可以看到 我們嬰兒育兒的 維他命D的水平分佈 就跟我們的年齡群 我們就發覺了 當中 2至6個月的年齡群 是特別容易 有維他命D的不足 12.6% 我們之後就做了一個 很詳細的分析 想看看 不同程度的一些 因素 會不會影響到 嬰兒育兒的維他命D的水平 我們就問了 包括小朋友本身 自己的一些數據 包括他們的年紀 性別 身高體重 可能家庭方面 包括家庭的收入 父母的教育程度 以及職業等等 在其他 包括行為上 例如小朋友的飲食習慣 會不會有多少 維他命D的飲食 會不會在2至6個月 我們就主要看回 剛才多拉宇都有說 例如 breastfeeding 或者其他more of feeding 是怎樣的 我們都有看一下 那個媽媽本身 有沒有給小朋友 會不會有足夠的 新的熱量等等 除此之外 我們這次的研究 那個 我們那個 recruement的時候 就橫跨了 可能之前 我們的COVID-19 outbreak的時間 我們都嘗試看看 這個 會不會有一個影響 我們都同時間 都看看 會不會不同的 母英健康院 都會影響到小朋友的 維他命D水平 我們做了一個 很詳細的 一個研究分析 我們發覺 他們最主要有四個很強的 因素 包括就是本身小朋友 二、六個月 就會有他們的mode of feeding 他們的年紀 性別 以及他們的supplementation 都是最主要的 一個影響到的數據 而 7至23個月 我發覺主要就是 可能他們飲食 他們有沒有supplement 還有他們在這段時間 還有沒有給媽媽 他們去幫忙做 blast feeding 都是其中一個 三個最主要的數據 我們就看到 其實我們發覺 在我們研究中 blast feeding的小朋友 特別容易會有 維他命不足的情況出現 我們就想看看 究竟是不是 有些不同的風險因素 會影響到 這些小朋友 特別容易有 維他命D不足 我們就做了一個 叫做 cumulative risk approach 就想看看 會不會有不同類型的數據 不同類型的factor 是可以有個疊加效應 去影響到 這些小朋友 有維他命D不足的情況出現 那我們就看了 以下這裏的factor 包括可能會不會 他有 會不會媽媽 經常幫小朋友 查了很多的生命保護 會不會有supplementation 的practice 那個小朋友的性別 會不會看看 他們那個family 會不會是 可能是低 income 或者媽媽本身 就已經有 可能那個小朋友 很多的兄弟姊妹 媽媽沒有足夠的時間 去照顧她等等 那我們在這個研究裏面 就發現了 其實真的有一個 很叫做 我們叫做dose response 的情況出現 就是 comparative 如果那個小朋友 是沒有給best feed的 如果他best feed了 這個情況下 會不會有increase 那個維他命D不足的風險 那我們發覺 其實是要有很多不同類型的 風險因素存在 才會令到那個維他命D 不足的風險提高 如果那個小朋友 是只有一個或者 只有一個風險 就是剛才提到的風險 其實發覺 我們在這裡看到 其實那個風險 是不會提升到的 都不是一個 相比的因素 所以我們建議 在不同醫院 或者不同的人 推廣這個best feeding的情況下 都可能最好 就是同時間 做一些足夠的 健康教育 給媽媽 去推廣 其實有什麼因素 會影響到維他命D不足 除此之外 剛才我們也提過 你今次的研究是橫跨了 COVID-19 之前outbreak 或者home confinement 的時候的一些時間 我們就想看看會不會 因為這段時間 可能譬如說 個小朋友的維他命D uptake和in take 都可能會受到限制 包括可能因為 就不夠食物 或者食物質比較少 以及可能減低了 出街曬太陽的時候 我們想看看 這個效果 會不會在小朋友 都會發生到 我們就做了一個研究 想去quantify轉變 在維他命D水平 這個小朋友 嬰幼兒在前 我們叫做 Defined period 就是2019年6月1日 至2019年11月30日 和夏年2020年的6月1日 到2020年的11月30日 這個同一年的期間 我們recruit到的小朋友 那個維他命D水平 會不會有一個很強大的轉變呢 我們利用了一個 Interrupt Time Series去研究 我們就看到 其實呢 其實呢 年輕人 2至6個月的小朋友 是會有一個 漸漸monthly的 距離的一個trend 他可能未必會 立刻會很銳利 但那個效果 就會有一個延避的影響 對小朋友 除了嬰幼兒之外 都做了 關於懷孕婦女的 維他命D水平 不足的風險 我們發覺呢 我們發覺呢 在我們的研究裏面 有大概10%的媽媽 是有不足的情況出現的 大概有差不多一百個 同樣地呢 我們都做了一個很公平的風險評估 看看有什麼因素 會影響到懷孕婦女的 維他命D水平不足的風險 跟剛才差不多 有媽媽本身自己的一些因素 包括那個年紀 職業 新高體重 家裡的因素 包括他有幾多個小朋友 他們的家庭收入 行為上 包括可能會不會 他們的新增加 有沒有足夠的補充 以及他們的食物吸收入 這次呢 這個回應 我們就做了一個很穩定的時間 看到發覺原來 在媽媽身上 最最主要的一個 維他命D不足的一些風險因素 就是他吃不夠維他命D的吸收入 我們之後就嘗試看看 其實正常 可能維他命D吸收入 都是兩個最重要的因素 我們就想看看 哪個是會比較重要的 在我們講這個情況之外 我們再可能再講一講 我們現在這個研究 找到維他命D吸收入的數據 其實懷孕婦女 我們見到 其實大約他們的 注入是有763.4IU per day 如果根據 推薦的600IU per day 其實就有大約30% 是做不到 複製不到這個requirement 但是呢 如果我們再拆回 它的supplement 和注入出來 如果只是靠 在飲食方面 其實它的注入 大約只有132IU 如果用去飲食去看 其實發覺只有三個懷孕婦女媽媽 是有足夠的intake 而另一邊 我們就幫嬰幼兒 在7至23個月的小朋友 都有做到一個assessment 發覺他們的meant intake 只有238IU 其實超過一八成的小朋友 是吃不足夠的 recommend dose 但是呢 我們再做了一個analysis 發覺呢 就算這些小朋友 或者茅幼媽媽 它是不足夠的 即是 去不足夠的recommend requirement 它們簡單 吃超過一百個IU 已經可以幫它 significantly減低 維他命D不足的風險 另外我們這個研究 我都有看他們的supremitation practice 我發覺其實這個研究 超過75%的媽媽 都有曾經有multivitamin的supremitation practice 在她懷孕期 但是呢 我們再問細分一點 你知不知道自己的dose 或者她那個practice有多少呢 他們其實超過一半 差不多一半 是不清楚她吃的維他命D 是有什麼分量在裡面的 另外 就有大概小過一半 可能三四十%的媽媽 就吃的分量 就是維持到她起碼五個月 或者是以上的懷孕期 而另一邊呢 如果我嬰幼兒 就發覺其實就比較少些 其實只有10%的小朋友 是慢慢有餵食這個fitch leaf oil 另外就大約13.5% 是有吃維他命D的supremant的 另外我們之後都做了一些 簡單的研究 就發覺其實維他命D 會不會可以減低到她的dose 如果小朋友 就是我提供一些supremant給她 我們就見到 如果那個小朋友 我們是每天給400RiU的supremant 給她起碼一個月呢 是可以大大地減低了 維他命Ddose的風險 那我講回剛才我們當初說 想compare這個supremantation 和diet的重要性 那我講一下怎樣去做這個assessment 出來先 那我們那個dietry intake 就主要用了一個電子版的 food frequency questionnaire 那我們就在一個網頁 可以給媽媽填上超過300個food items 那就填上他們 根據他們的印象 大概那個intake的frequency 和 quantity 那我們根據這個 這樣的詳細的food questionnaire 就可以做到 那個媽媽很細節的assessment 按他們的維他命D intake 那我們根據這個intake response 再做一個latan class analysis 去categorize兩個大群 那一個大群 那一個大群就是一個 一個 adequate的dietry intake 另一個群就是 inadequate 那大概一半一半左右 而另外supplementation 我們就利用問卷方式 去根據他們的frequency 那就分開了兩群 一群就是 一群就是 起碼一個星期有食 另一群就是 少於一個星期 每個星期少於一次 sorry 那我們就在這個研究裏面 發覺 如果那個媽媽本身 是已經有足夠的dietry intake 他相對的 他相對都會容易些 更容易些 有正常的supplementation 可能因為他們的 健康知識 通常都比較好些 但是同時地 我們發覺 維他命Dsupplementation 就是媽媽本身的response 對於那個supplementation 會強些 在他們不足夠的時候 換句話說 supplementation 是可以幫到媽媽 然後減低它 不足夠的dietry intake 的那個negative impact 按它那個 維他命之水平 那我們就認為 這個 可能要多些 放在prenatal的education section 那裏 加這些強特 究竟 bothdietry advice 和supplementation 都是需要 給媽媽在他們的壞人初期 我們都同時 剛才講了 supplementation的重要性 我們都嘗試看看 究竟會不會 會不會世界不同的地方 會不會都有不同的 政策 或者不同的advice 給我們去參考呢 那我們就做 可以分析了 譬如說一些不同的 報紙書 政府出的一些文件 甚至一些新聞 去看回不同國家 不同地方的一些政策 和推薦 給了出來 那我們就做了一個 簡單的 詳細 我們發覺 主要有四個 不同層面記 有一個就是 最多 最主要 最強的就是 有一個超級的 supplementation 有二十三個 歐洲的國家 都在做這件事 他們更加 甚至會 提供一個 free supplement 給某些 fundable groups 包括低收入家庭 或者一些 athletic minority groups 另外一些 就是會 給advice recommendation 就可能 傳播人 no matter怎樣 都要給supplementation 包括一些亞洲國家 中國 日本 等等 有些地方 就只會認為 是 武御衛部的 應有而先 需要做supplementation 可能就是 英國 意大利 甚至美國 香港等等 有些地方 就是我們發覺 找不到相關的一些文獻 或者 document 包括一些非洲國家 除了剛才我們分享的 一些數據之外 其實我們現在都在做 根據剛才分享的 Basar研究 繼續做一些 更加研究的 其中一部分 就是我們把 懷孕期的媽媽 做一個 ongoing population representative 的birth core 研究 想再看一下 維他命d 對這些小朋友 之後的發展 而另一部分 就是我們 將我們本身 拘捕了嬰幼兒 做了一個 更加的 genetic 研究 希望看下 genetic 對這個小朋友的 維他命d不足的影響 這部分的研究 就會交給我的同事 多得增 謝謝 我們交給阿威 再講一講 大家好 我是阿威 很有趣 剛才我們聽到 Keith Pofesat Yip 都說了很多 關於 環境的因素 影響維他命d 的水平 其實 除了 環境的因素 影響 原來 genetic 也有影響 他們的維他命d 所以我們就 帶來一個研究 嘗試發現 維他命d的水平 是關於 因為 genetic 影響有多大 所以做了一個研究 所以 肯定的 分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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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o vitamin D then we can identify the vulnerable group for insufficiency and deficiency of vitamin D As we all know that vitamin D comes from sunlight exposure and comes from diet and eventually growth through the metabolism and for example take the functions as bone mineralization and also beneficial to immunity so all of the elements in the pathway such as the vitamin D binding proteins the silicone proteins that generate the active form of vitamin D and eventually sends by vitamin D receptors to take the biological effects so previous demonstrated data have been shown that the environmental factors have some kind of effects to the vitamin D level in our body so in my part I'm trying to supplement our genetic data or inference on the vitamin D then trying to a comprehensive data have a risk factor associated with vitamin D in our inference however the global consensus recommendations on prevention and management of nutritional records s suggest that the vitamin D screening is not recommended in healthy children or infants but it will have a problem that vitamin D deficiency are always asymptomatic so it will delay the preventive measure that can be applied to some of the appeared individual that vitamin D deficient moreover if we can be able to understand the genetic background of some of the individuals we can provide more personalised recommendations for the dosage of the vitamin D supplementations as some of them even take the vitamin D supplementations which cannot be able to reach the optimal level so we are so we trying to apply a candidate genes approach to define the genetic factors with the vitamin D in our inference and then we trying to combine the data making a more comprehensive set of risk factor that can be used to supplement the guidelines or for the future identification of the genetically susceptible individuals so to start our genetic data investigations we are trying to include some of the common variants that have been associated with vitamin D level previously documented in some of the GWAS study so genes including the transportations symphysis, vitamin D receptor, the sensing and some of the upstream substrate modification have been involved in these studies so preliminary we have four SLEPs we represent today so three of them comes from the GC gene which is related to the transportations and also one from the VDR with vitamin D receptors so from the prevalence we find that the data are obeying the hard day reliberate equilibrium meaning the SLEPs are fully segregated in our populations and the findings was found comparable to a study on Han Chinese in Beijing from the study we are trying to identify the risk allele of hypovetaminolus D by identifying some of the SLEPs that shows lower level of 25RHD so allelic differences was observed in some of the in three of the SLEPs that are encoding related to the GC genes for example the 7041T, 458T and also 2282679G and this is identified as a risk allele in our inference so in fact the 7041 and 4588 include three different isoforms of vitamin D binding proteins so limit as 1S, 1F and 2 and different isoforms of vitamin D have different affinity to the 25RHD level in our circulations so from our data we can observe that the homopsychous GC1F F carrier are the risk allele are the risk genotypes that are associated in our inference with both lower vitamin D level lowest vitamin D level as long as the high risk in development of deficiency or insufficiency but the important message here is in fact the GC1F allele is very prevalent in our inference so if we leave the question is whether it will whether our inference are genetically susceptible to vitamin D deficiency leads further in confirmations so from the previous slide so we can see that there's a little discrimination that's a little differences of the vitamin D level we would like to understand why there's such kind of differences so we measure the vitamin D binding protein expression in the inference carrier so from the results we can see that the vitamin D binding protein expression are correlating with the 25RHD level and also you can find a we can also find a deficiency with lower expression so these two graphs clearly indicating that the vitamin D level in our circulation may be controlled by the vitamin D binding protein expression and importantly the genetic differences differences was maybe explained by the expression of vitamin D binding proteins with the lowest expression was found in the GC1F so the GC genetics was find determined the 25RHD level in our inference and maybe going through by the expression of vitamin D binding proteins then it may be as a marker to show or reflect the capability of the binding in the vitamin D in the circulations so apart from that we also identified some of the gene-gene interactions we previously we have identified some of the slips they will show lower level we are trying to link them together with the risk generating a risk-hapotype and non-risk-hapotype as we can see that most of the risk-hapotype are also show a significant lower 25RHD level as long as they a significant high risk in development of the efficiency and insufficiency so from the VDR from the primary analysis we can't show any differences but by linking with the risk GC form we show that there have been differences there so the seems there have been a genetic digenic effect of the vitamin D binding protein and also vitamin D receptors in determining 25RHD level in our inference so first part I may conclude my results here by plotting against the 25RHD level with genetic risk score so the genetic risk score was calculated by the number of risk allele carried in the inference with increasing number of risk allele the infant carrier will show more prone to the vitamin D insufficiency so this results clearly indicated that the genetic factors affects our vitamin D level in our inference and this can be established as groundwork for later on development of the genetically to identify the genetically susceptible inference in our communities so the second part we are trying to look at how the genetic interacting with the environmental factors first we have find identify the gender specific associations if the girl's inference carrying a risk hypotype we will find a significant lower level of the 25RHD so this implying that girl's inference if they are carrying the risk hypotype should be more cautious about their vitamin D level second part we also identify some of the genetic e-risk factor by linking the risk allele with the insufficient vitamin D intake and no regular supplementations a higher response was observed in the risk hypotype carrier if they don't take sufficient vitamin D dietary vitamin D intake and also no regular supplementations so this result can more implicate that the genetic factors are closely related to our diet and also our habit in order to more cautious about data about the vitamin D level a further follow up data on the vitamin D data is the genetic supplementation response so we are trying to establish a follow up investigations by generating a vitamin D deficiency inference cohort which is a recruit from the patient if recruit from the inference that from the baseline study and then we identify them if they are deficient then we will try and refer them to HKCH endocrine team for follow up so in between we advise them to have I think it should be 2,000 IU daily supplementations before attending the clinical follow up so if they are willing to take the implementation there will be a significant improvement in their vitamin D level so no matter this improvement it also comes to boys and girls so we look at the genetic supplementation response by using a similar approach that used in the baseline study as expected the risk A-lil will show a lower vitamin D response but here it will have a discrepancy that from the baseline study the GC1F should be the risk A-lil but in the response it will be the GC2 so this discrepancy may be due to the difference in the population size or pathway dominance differences as most of the response comes from oral r rather than sunlight exposure in this study so we need to have a further confirmation on that so to conclude my part here genetics plays important role in determining the 25 HD level in our influence with increasing number of affected A-lils it will have a high risk in developing vitamin D insufficiency or deficiency so the genetic play a very tight role with the environmental factors and the genetic supplementation response we may be should be put more in the clinical settings and we may be a way to answer why some of the patients shows low clinical improvement after the supplementation response only the measurement of 25 HD may not be enough to reflect the actual clinical situations so in this part to overall conclusion is genetics have been linked to environmental study that generally are risk to so in our local infants so in this part so in this part and we will be 一直以在提高 When we are treating someone with, настоящ豆腐阻症, the recommendation will be quite different from those just with universal supplementation, so bear in mind that. But so after that actually, the way forward, we are obviously looking ahead what we should do and then how we could join hands to build up a much more healthy environment for young infants and our pregnant ladies to continue with more healthy lifestyles and also provide the best nurturing environment for the next generation. Now, this is some of the recommendations that we are going to conclude and then going to refer to the government. And as you could probably realise, one of the good things that we are just sharing, this is not just pure academic study being conducted by our academic partners, but basically this is a study commission and working together with our government. So the good thing is that the Department of Health have been keeping a very close eye on all those progress and also the results. And all those results that we just shared basically is also something that already get into the agenda of our health department. So our recommendation is something that is going to be announced and also released to the whole public and the professionals in a short while. Now, for the pregnant natives, we would like to recommend regular supplementation throughout the pregnancy of at least 400 international units every day. So we recommend our ladies in Hong Kong, particularly those young ladies who are very sceptical about too much exposure to sunshine to consume more vitamin D-rich foods, including 45 milk, fatty fish, including those salmons and rich egg yolk and liver. The direct sunlight exposure to sunshine we recommend for roughly around 10 to 15 minutes every day. For infants and toddlers, our universal recommendation for those who are exclusively being best threat or those who are receiving mix and formula feeding but cannot achieve the aim of 1,000 ml of vitamin D45 formula every day to receive at least 400 international unit vitamin D supplementation daily, okay? Which is a very simple recommendation because, you know, the vitamin D droplet, which is now easily available, very cheap and easily get from all those health supplementation places, including our pharmacy, actually could already provide a daily 400 to 600 international unit easily. Now, we would advise the parents to pay extra attention to all those female young infants because this group, as shown by the data provided by Keith and also by Dr. Zhang, they are the more vulnerable group. So we would recommend our infants and toddlers to consume a variety of vitamin D-rich foods, including the vitamin D-45 milk, fatty fish, egg yolk and liver, and then the diet and supplementation should be the major source of vitamin D. Now, bear in mind, we don't recommend too much unnecessary sunlight exposure in infants and toddlers, okay? Because of a lot of health concern, particular the risk of developing tumour and all those skin-related problems. The action to be taken, obviously, would involve the ethical support and guidance by every one of you, our dear professional clinicians. We need to provide timely information on the importance of vitamin D, provision of supplementation, and education over the source of vitamin D intake. Obviously, this is a multidisciplinary effort. We need to join hands and then work together to adopt how to tackle the vitamin D deficiency and inefficiency. For example, to disseminate the timely information through social media or all those mass media. Now, we have a lot of very good quality health education mobile apps, including some of them prepared by our team, and the circulation of those electronic copies of the information needed, which I believe the Department of Health is also going to do so. And then try to identify those high-risk groups, exclusive breastfeeding without regular supplementation as early as possible, and join hands together to reduce the risk of vitamin D deficiency or insufficiency. Now, here ends our very short presentation, and I would like to hand over the time to our host again. Thank you, 齊先生. 好, 當然是好多謝Patrick 和兩位 research的同事分享過的經驗, 我想,這個研究很重要, 搞了那麼久, 我們終於說可以說給還是不給呢? 我還有一個想問一問, 你說小孩子沒有一個推薦 在那個SUNSHINE上的推薦 我又知道, 比如眼科同事都很重要的話, 小孩子其實都是要去戶外的, 就會幫助近視的, 其實你特意不說, 或者是故意不使用SUNSHINE的推薦是甚麼呢? 多謝陳先生, 這是一個很重要的課題, 我先簡單講講, 一會兒曾博士和董博士可以幫忙, 有補充一些,好嗎? 因為我們其實做了很詳細的評論, 我們鼓勵小朋友, 特別是年紀小的小朋友, 應該要盡早在陽光之下, 從事一個體能性的鍛鍊活動, 親子的活動, 甚至是閱讀, 你知道現在我們在幼稚園那裡, 鼓勵很多不同的閱讀計劃, 其實最好不要混在一間黑暗地的房間, 又或者太過局促的地方, 最好其實在公園、陽光之下, 跟家長一起玩遊戲, 一起溫習, 那個重要性就是正正陳先生來講, 其實我們在, 特別在疫情前後, 我們自己香港大學的團隊, 和中文大學的團隊, 眼科醫院那邊, 一直在做很多追蹤性的研究, 其中一個研究, 我們追蹤了香港兩三萬的中小學生, 發現原來小時候缺乏了陽光之下的活動, 其實會令到眼球拉長, 以及早期近視惡化嚴重了很多, 現在我們也有證據證明, 陽光之下的活動, 減低近距離用一些電子產品, 其實對於預防近視是一個最有效的方法, 原因很簡單, 因為其實是可以調節我們身體的Dopamine system, 令到Leromodulation effect, 減低了對於腦神經發展, 或者是眼球發展的壞影響, 不過這個是主要就是, 年紀比較大一點的小朋友, 可能去到上學, 幼稚園, 小學的年紀, 剛才我們說的是, 初生便B, 和年幼的階段, 在世界各地之前的研究, 特別是皮膚科有很多的指引, 因為是比較擔心, 在年紀比較小的小朋友, 他們那個皮膚的質地, 和是比較脆亂的情況, 在直接的陽光的曝曬之下, 為了要補充維他命D, 是會適得其發, 有時是怕會灼傷了皮膚, 也都有機會, 之前有些比較細型的研究, 是證明了, 有些少許風險, 是會增加了之後有皮膚癌的機會, 所以其實暫時, 國際上的醫學的指引, 特別是和皮膚相關的指引, 是不建議年紀太小的小朋友, 每天曝曬陽光之下的時間太長, 所以因爲這個原因, 本身營養的吸收, 仍然是一個最重要的主法, 那我交給董博士和曾博士, 可以講一講, 我們之前的評論, 有沒有什麼補充維他命D, Hello, 其實我們剛才的推薦也有講, 其實就是我們只是主張, 那個嬰兒在維他命D, 因為我們在飲食和飲食, 主要是主要是在飲食和補充製品, 那麽我們不是說, 有個很直接的, 就說你千萬不要曬太陽, 只不過我們希望, 我們的推薦就是, 希望家長不要利用這個方法, 因為他要補充維他命D, 就把嬰兒放出去戶外, 補充了15-30分鐘, 是的, 不要錯誤的做法, 因爲那個專注很有趣, 我們以前, 大家記得有黃膽的, 初生嬰兒黃膽, 之前有很多家長, 甚至我們有些醫學界的同事, 都有個錯誤的做法, 想著多些脫掉嬰兒的衣服, 曬太陽, 就會治到黃膽, 其實這個並不是一個, 安全和有效的方法, 是的, Patrick, 你剛才說的一樣, 我也想說, 當時我們提出媽媽, 說不要喝水, 他們在外面就說要喝水, 我們都說不要喝水, 第二, 就說你不要推他出去曬太陽, 不然會有患性, 但我想我們都要有一個, 一體的提出給父母, 你知道媽媽已經不曬太陽, 寶寶我們又說不曬太陽, 那什麼時候才曬太陽呢, 還有曬太陽, 不要說指引, 提出他們, 譬如說, 每天曬太陽, 曬太陽, 曬太陽, 曬太陽多久, 其實我們都知道是好的, 剛才你講的, 很小的時候也是這樣, 那幾多歲, 開始我們可以曬太陽, 曬太陽, 曬太陽多久呢, 多謝你提出, 這次我們的研究重點, 並不是在焦點去看, 陽光照射, 對於生產維他命D的效果, 不過以往有不同的研究, 其實在學童的年紀, 開始大概是兩三歲, 進入幼稚園的階段, 其實適當的陽光照射, 是對於產生維他命D, 骨骼的發展, 特別是對於眼球的發育, 是肯定有幫助, 所以一般的年紀, 應該是差不多, 如果在香港的情況, 差不多是接近幼稚園的年紀, 好, 我想這是很實在的指引, 即是你父母以名, 不如網上有很多題目, 不如可否答一答, 第一個就是Desmond, 他說, 在英國, NHS 推薦維他命D 製作為孩子, 父母會可以獲得 維他命D的香味, 維他命D的香味, 你們覺得這個提示好嗎? Desmond,你好, 很久沒見你, 我知道, 你在英國那邊看, 阿威和Keith有沒有什麼建議, 我們香港的維他命D的製作, 好, 其實我們之前都嘗試在香港, 做一個網上搜尋一下不同的香港, 即是不要在網上商店, 可能在萬寧, 嘗試看看有沒有不同類型的製作, 是給到小朋友的, 其實香港本身已經有很足夠的製作, 包括一些簡單的努力, 一些努力, 或者一些, 可能這時候所說的金融食, 都可以在網上商店可以買到, 那如果譬如說, 我們做一個提示, 希望媽媽, 或者家長們, 是有一個平常的提示給小朋友, 我相信也是很容易, 就可以在不同的商店買到的, 是,因為我們一直做研究, 還有其實有跟進香港小朋友的, 維他命D, BB出生夠不夠, 所以其實我們之前, 就在不同的項目, 一直在給予很多, 健康的提示和測試, 那一般呢, 其實現在在一般香港的, 有些普通的藥房, 又或者是, 可能是便宜一點, 有些社區的藥房的售賣點, 有些維他命D不同的種類, 除了Desmond說, 英國有些外國的進口貨, 可能是比較精美一點, 其實有些比較本土的, 生產的維他命D, 其實那個價錢是很大眾化的, 我們平均買一瓶, 可能可以用到兩個月左右, 其實每天的成本都是, 大概一兩元到兩三元左右, 所以就算最基層的家庭, 都可以做得到。 好, 另外有一條, 尹錦明醫生問的, 好, 阿威或者阿吉夫上等, 好, 那這次研究, 主要是做了兩個月至二十三個月的小朋友, 零至兩個月的小朋友的資料, 暫時我們就沒有特別去做到的, 暫時就, 這次的分享, 就不可以分享這方面的研究給大家聽, 但其實我們就, 另外那部分呢, 因為我們就, 本身就絕對recommend, 尤其是那些媽媽是希望做母乳胃部的, 剛才我們的研究都指出, 如果他本身母乳胃部的話, 他可以減低到他, 小朋友維他命D不足的風險, 我們絕對都認為是一個很好的方法, 如果是做到一個, 維他命D supplement to new inborn, 剛才董博士在他研究那個法報的時候, 都有一點點提及, 我們這次集中跟你講的, 就是我們幫衛生署做那個直接的研究, 涉及到懷孕婦女, 另外就兩到十一個月, 以及十二到二十三個月的一個組群, 不過其實同步, 我們在同一個階段, 我們就做另一個更加大型的追蹤性研究, 那個就在全香港我們所有婦產科的診所, 邀請了那些懷孕的媽媽參加, 參加了之後, 其實在媽媽生BB之前, 我們有檢查到媽媽本身身體的狀況, 包括她精神健康, 身體的健康, 和她維他命D的水平, 在嬰兒出生之後, 其實我們是去到產房那裏, 流了嬰兒的磁帶血, 所以其實我們現在, 是有二千個以上, 本身是代表性的維他命D的數據, 一直看著對於小朋友的長遠影響, 所以剛才這位同事的問題問得非常好, 我們很關注長遠的影響, 初步我們看到, 其實媽媽在產前的維他命D的水平, 是直接影響著, 亦都決定著, 生產的初生BB的維他命D的水平, 無論她是否為人奶都好, 所以其實如果想BB, 特別是你剛出生到頭幾個星期, 要維他命D足夠的話, 其實媽媽的營養足夠, 和維他命D足夠, 其實是非常重要的, 而你知道香港, 我們為什麼會擔心呢? 因為香港的女性, 都是很喜歡皮膚白的, 亦都很怕曬太陽的, 和在英國很不同, 英國當然大家白人, 你知道我在英國做健康的時候, 在醫院工作的時候, 一有陽光出, 大家放下三文字, 就脫下三文字, 在海德公園那裡, 躺在那裡, 就曬太陽的, 香港就反過來, 一有太陽, 各位女士, 就把腦袋遮住了, 所以, 以往我們自己做的研究, 和很多團隊做的研究, 香港, 懷孕期的適齡婦女, 二十幾歲到, 大概三十幾歲左右的婦女, 其實大部分的維他命D水平很低, 所以這個, 其實對小朋友有懷影響, 但是, 未來我們希望, 更加適切地看一看, 這一班維他命D不同水平的小朋友, 當然有一部分需要補充, 那一長大了之後, 到底, 對於他本身剛才提過的, 他的發育, 割落, 敏感, 免疫能力, 和精神健康的影響, 我們更加希望, 可以多一些數據, 將會和大家可以再分享, Patrick, 我想不會成功, 叫他們曬太陽, 一定不會成功, 不如叫他們吃維他命D, 但是, 鄭俊發醫生就問, Should there be difference between 維他命D supplements, to babies, with mother have or have not 維他命D deficiency, 相關的問題, 這個, 剛才我們, 我答得簡單, 我們剛才有兩個提過, 第一, 如果本身, 我們知道小朋友的維他命C水平是不夠, 我們要那個recommendation, 補充的劑量是要大很多的, 如果本身, 是純粹是因為, exclusive black sitting, 或者是他本身, 有吃mixed sitting, 但是吃不到, 一個liter的formula, 45 ml的話, 我們通常recommendation, 就是400個, international unit, 但這個問題, 我等一等, 那我們認為, 譬如, 本身有一個, regular的 supplementation, 可能已經keep住, 給一個400 IU的 supplementation, 給一個小朋友, 其實就, 無論媽媽, 有沒有維他命D不足, 對一個小朋友來說, 已經是很足夠的, 我們這個都, 如果跟回我們的recommendation, 如果小朋友, 保持有400 IU per day, 的 supplementation, 應該是more than enough, 去保持維他命D水平, 好, 我們網上, Desmond有少許補充, 因為他們在英國生活, 他說, 在英國, 就是白種人多些, 他們就是exposure for 10 to 15 minutes, between April to September, 就 provide sufficient year round, 維他命D, 那麼, for darker skin types, 就25至40分鐘, 就是這個information, 是的, 多謝,Desmond, 你的觀察很好, 因為, 其實我們做維他命D, 十幾年前, 我們開展維他命D的研究, 以及關注的時候, 我們有留意到, 其實世界各地的參考文獻, 那個參考度是很不同的, 正正好像Desmond提出, 其實大部份文獻說, 維他命D不足夠, 是在有色人種身上的, 所以到底在黃種人, 又或者在香港, 我們不同的藝術群, 是否結果有不同呢, 所以我們都覺得是非常重要, 針對不同的季節, 以及在不同的皮膚質地裏, 到底可能需要維他命D的水平, 其實絕對是有機會是不同的, Patrick, 你這個就已經上了去Bureau, 是嗎? 那我猜很快, 是呀, 其實今次剛才跟大家提到的Study, 是在Professor Sophia Chan, 在Bureau的時候, 就commission了, 全香港我們一個團隊去幫忙做, 那所以呢, 應該那個正式的報告, 是去到最終的階段, 應該很快就會有一個正式公佈的發展, 是呀, 我們很渴望看到, 它公佈的公佈, 沒錯, 我尤其想看看這個陽光, 很有趣, 我覺得這個陽光的推薦, 最終是怎樣, 我知道Patrick很急趕, 今天一住去東涌, 就派禮物了, 是呀, 大家知道, 儀方醫學會, 我們和幾個合作夥伴, 包括兒童醫院, 我們明天12月9號, 就會和我們醫院的小朋友, 和我們特殊學校的小朋友, 一起去東涌迪士尼那裡玩, 所以我們今天, 就已經馬不停提, 準備了很多聖誕禮物, 去特殊學校那裡, 去派禮物, 所以一會兒有機會, 可以一起去, 是呀, 很有意思, 我明天也會和我們一起去, 看看這個Flozen, 現在是甚麼樣子, 謝謝鄭先生, 很感謝各位, 今天上來講這個, 很重要的研究, 我希望政府快點, 將它變成一個指引, 變成我們可以製作, 可以製作, 因為其實, 如果跟著之後, 我估計有很多產品出來, 小朋友和孕婦, 都容易一些, 在房間買到, 希望, 維他命的水平, 可以去到最適合的水平, 不妨礙Patrick那麼久, 你可不可以幫我, 你桌面有, 一些紀念品, 好呀, 你不要躲起來, 多謝先生, 好, 我代表, Dr. Chan, 和香港醫科醫學會, 多謝我們兩位的嘉賓, 多謝曾博士, 謝謝你, 很好呀, 你們的研究組合, 非常仔細, 多謝Keyb 董博士, 多謝你, GENETIC也是非常重要, 多一點和大家分享, 那桌面這個, 自己給我一次, 多謝大家, 多謝大家, 很急趕, 我們不如轉一轉, 接下來是怎樣呢, 接下來是15號, 剛剛遮住了, 12月15號, 即下星期五, 本年到最後一次的 Child Sin Talk, 重量級, 閃藝傳醫生, 這個是票房的保證, 很多人看的, 這個題目是我推薦她說的, 因為很多同事都問我們, 咦, 我又考完市了, 又沒得升, 那不如, 可不可以做admin呢? Should one pursue the career path in health care administration? 其實呢, 我都被人問過很多次, 那有時我答得很discreet, 有時就模模糊糊, 那樣, 好在答得discreet的那些, 後來他們的outcome都挺好的, 但我想都不要take this risk, 不如請一下閃醫生, 一個很seasoned的health care administrator, 講講他怎樣看, 怎樣advise我們的trainee, 或者我們的junior同事, 應不應該走一條admin的路呢? 就是這樣, 完了之後呢, 我們今年全年的Charles & Todd完了, 因為大家都要休息一下, 原來我發覺都很累, 一個星期玩這個遊戲都很累, 又要剪片, 又要出很多很多的promotion, 那不如休息一下, 休息一下, 休息多久呢? 休息二十五天, 到一月九日, 一月九日, 就重拳出擊, 請了Chantel上來, Chantel就是彭律師, 彭律師今次就是講informed consent, 超級重要, 我經常跟一些junior同事說, 你真的要理解這個informed consent, 因為現在被人告, 很少被人告negrogens, 告了, 順便告你informed consent, 怎樣比法才有用呢? 大家有一個好的聖誕節, 好的新年, 明年到一月九日才會見大家, 不過麻煩大家, 都subscribe我們的youtube channel, 中間我們還有一些片放上去, 大家不是求知識, 就不是求分數, 那些片可能都對大家有用, 另外一樣是普普場, 大家subscribe, 現在我們有2.2K, 這麼多的subscribe, 好, 再次多謝這麼多位Patrick, 我都要多說幾秒鐘, 等你就可以趕路了, 但是都很多謝你, 第一就給我這個venue, 給我搞這個台, 第二就今天上來分享這麼重要的訊息, 好,多謝大家, 好,拜拜, 拜拜,